主席好 麻煩請翁院長 好 請翁院長 院長好 曾委員好 是 首先對您在學術上的成就 跟要發展台灣生物科技的用心 我個人表達感佩跟真敬的意識 其實我也知道您是國內最接近諾貝歐獎的科學家 您也對台灣發展生物科技做出很大的貢獻 我首先要表達敬佩的意識 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張是全十大股東 這全十大股東裡面我比較好奇的是 英俗維京群島Elfa 它總共有5,719張 持股是3.39 我要請教的是 這主要的持有人 因為現在初步看起來持有人是 不是真的 我要請教 院長有沒有持有 跟這個Elfa的股東 或者是有沒有持有這張的股票 我想沒有 OK 中院院長其他同仁有沒有 我不知道 好 好 好 謝謝 好 看下一張 請問院長 除了女兒持有3,000張以外 有沒有另外持有耗點股票 在我名下是沒有 在我名下是沒有 我以前一直在講這個 然後女兒這個大家認為是我 對 等於是我 那以前張戀慈 張戀慈 張戀慈 就是在相當多年前 張戀慈 我有投資 跟他投資 然後他去買這個股票 那不是在我名下 的確是有 不是在你名下 對 那可能是在張戀慈名下 是不是他名下我不知道 OK 因為透過他的安排 我的確有投資 是 所以您有可能 除了你女兒持有3,000張以外 還有持有或許是什麼人的名義 不知道 但是還有可能持有耗點股票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他拿這個投資去買 買什麼 這個我不是 是 好 那除了3,000張以外 可能還有其他股票 好 接著我們看下一張 您 我尊重您的講法 就是說 對 國外有款有錢匯進來 那這是不是有 國外有匯進來 這是我女兒在國外的帳戶匯匯到 匯到 我記得是玉山 是 他的帳戶 就是他的帳戶匯到他的帳戶 那我的確有幫他 開這個台灣的帳戶 是 好 那某媒體 某媒體 因為我沒辦法確認 他說是匯進來的 是公一家公司 不是個人 是有這回事嗎 沒有沒有 匯進來是我女兒 OK 好 那也替您澄清 你要看下一張 過去已經三千張 有賣出去一千多張 那這個誰 是不是也是院長代為賣出 什麼時候 陸陸續續 因為本來三千張 現在只剩下一千兩百多張 對這個是因為女兒有授權父母 來處理他 所以這個也是你代為賣出去的 對就是業務員為了理財 他們希望能夠分散風險 就是為了這個很早期的時候 是 好 謝謝 我們看下一頁 那因為這個整個個案 除了內線交易以外 那有關證交法155條 就意圖影響股價 的這是法條 我們看下一張 院長因為很清楚 在號頂是2月21號下午2點解盲 那您在2月21號早上也發表意見 其實我把它很客觀地把它調類出來 院長提到如果試辦也急著回行 只是設計疫苗的方法還需要調整 糖溫子農事大有可為 我們看下一張 隔天22號 從目前解防的數據上得知 有80%的案例有免疫反應 我本來沒有預期會有這麼高的比例 這是22號 23號 解盲結果未能呈現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 以設計有關 但這不代表失敗 請教院長這一系列的花園 我認為 您也對外表示 是說因為媒體的詢問 倒是很特殊 媒體為什麼會 你看你的講法 你跟他比對 跟張念慈的講法也好 總經理也好 他副董事長也好 講話幾乎非常的一致 那我意思是說你要不要承接 我先請教一個問題 你什麼時候參加 參加浩鼎公司的內部會議 就是專家會議 對什麼時候 21號10點 是 那那一天有沒有除了 除了 那個是國際會議 國際視訊會議 是 那他們有沒有分配說 誰該講什麼這樣任務 沒有 沒有 只是在討論 討論那個結果 是 討論結果 OK 那您對這樣的 21號的早上 22號、23號的發言 您有沒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有沒有意見 我講的是事實 就是那個解盲結果的嘗試 但是頻率非常的高 我當然知道你這是從科學上來論據 我都沒有主動要講 尤其22號我嚇一跳 因為22號 我是要去活動中心揭幕 全事量院長的紀念長的揭幕 結果沒有想到被媒體全部圍住 我走不進去了 那希望我解釋一下這個解盲的結果 所以我再重複一次 所以您可能還有可能 還是從科學的角度在看 還有可能你是從科學的角度在看 對… 你可能會被設計 你可能被設計 我持高度的懷疑 好 再看下一頁 另外我要另外請教一個問題 上一張 你在國外期間有沒有跟 您後來請假了兩個禮拜 這段期間在國外的期間 有沒有跟浩鼎的相關人員 他有沒有跟你聯絡 張念石有跟我聯絡 他在跟我講這個 最近的狀況是怎麼樣 譬如說他們有在講 那個…好像一週刊有報導什麼 他們覺得是不正確的 就是在透露一些… 因為我在國外不了解浩鼎到底 怎麼處理很多這個事情 包括跟我相關的事情 所以他有在跟我聯絡這個 因為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其實這是很元素的問題 所以你在確認你在國外這個期間 浩鼎有跟你聯絡相關媒體報導的事情 還有相關報導的內容 很多很多 我接到的是幾乎我的手機都報了 都報了 就是尤其中央研究院的人更多 都在關心媒體的報導 然後傳給我訊息 其實就我個人來講 我過去當過今晚會的主委 所以我原始質疑這個個案 我不是特定的目的 我是希望建立一個model 就是學術研究歸學術研究 單一公司的商品化歸公司的商品化 我到現在 我還是靈驗相信 院長沒有要違反相關法律的故意 我到現在 我再公開講 我還是靈驗相信 院長沒有要違反相關法律的規定 包括炒作 包括內線教育 我還是靈驗相信 不過我還是看下一頁 我還是利用機會跟大家報告 本案涉及到是一個嚴肅的 道德問題跟法律的問題 也希望各界不要換政治化 不要盲目焦點 那至於道德的部分 院長已經多次對外道歉 我個人尊重 但是涉及到法律的問題 我也希望院長盡快協助檢調釐清 我也希望院長能夠釐清之後 協助歸協助 商品化歸商品化 能夠為台灣的生技產業 也為台灣的科技做出更大的貢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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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請黃國昌委員諮詢 謝謝 謝謝 謝謝